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向矩阵的缩放旋转变化 我们先在Unity3D里面来看一下缩放的效果 比如我改变X轴上面的缩放的值 Y轴上面缩放的值 或Z轴上面缩放的值 大家可以看到通过缩放我们可以改变一个模型的尺寸 那么在数学里面是如何进行计算的呢 我们假设缩放的倍数向量为SX SY SA 我们回想一下 上一节课程当中我们推导平移变化的过程 在那个时候我们是极力想要避免与XYZ 发生倍数关系 但是我们在缩放的时候呢 我们却想要和XYZ做乘法的运算 因为缩放其实就是一个乘法的过程 比如我们将XYZ缩放五倍 那么缩放之后的结果就应该是5X5Y5Z 结合到单位矩阵的特殊性 我们就可以使用下面的这一个矩阵来描述我们的缩放 假设我们有一个最小点 F4F40和一个最大点F40 定义了一个正方形 我们希望将正方形 沿着X轴 缩小0.5倍 Y轴放大2倍 Z轴不变 那么我们对应的缩放的矩阵 就应该为这样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最小点和最大点所定义的正方形 大家看一下左边的这张图 最小点在左下角 最大点在右上角 我们就可以通过最小点和最大点 定义一个正方形 那么再结合到我们的缩放的矩阵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点与矩阵做向量乘法运算 得到我们缩放之后的新的点 比如第一个F4F401 与这一个缩放矩阵 进行运算 计算出来之后的结果为F2F801 然后我们可以将它绘制出来 然后最大点 然后最大点 4F401 与这个矩阵 进行运算 我们就得到了结果为F2F801 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将得到的结果组成一个四边形 我们就会发现 它在X轴上面缩放了0.5倍 在Y轴上面放大了2倍 我们现在再来UDT3D里面 看一下UDT3D矩阵的元素的值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小球 在X轴上面缩放了1.7倍 那么对应的就是1.7 在Y轴上面缩放了1.31倍 那么在矩阵里面 对应的也是1.31 在Z轴上面缩放了9.15倍 在矩阵里面 对应的元素值也是9.15倍 下面这三个元素 就是我们上一节课 学到的对应的平移的值 大家要注意一下 在UDT3D里面使用的是OpenGL的方式 因此我们转置了一下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旋转的操作 旋转的矩阵 我就不会在这里进行推导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网上查一下推导的过程 下面我直接给出旋转矩阵的结果 假设我们有一个轴XYZ 旋转角度alpha 我们设C等于cos alpha S等于sin alpha 那么旋转的矩阵就可以表示为如下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的转转 假设我们的轴为X轴 那么X轴就可以用1,0,0,0来表示 那么我们对应的旋转的矩阵就应该为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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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 alpha 然后我们去UVT3D里面验证一下 现在我们重置一下这个小球 然后让它在X轴上面旋转30度 最后我们再来输出一下它的矩阵的值 大家现在可以来对比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Sin alpha 也就是Sin30度 Sin30度为0.5 那么这里的0.5就与我们这里的对应起来 也与这里的30度对应起来 然后就是负的Sin alpha 在这里为负的0.5 那么由我们这里的负的Sin alpha对应起来 Cosin alpha为二分之更好三 那么它的值 约等于0.86 这里刚好是0.86 刚好和我们的这一个旋转的矩阵中的 每一个元素对应起来 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 在下一集课程当中 我会为大家讲解到组合变换